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优化是一个长久且动态变化的过程,根据个人经验,Listing的优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Listing新品期 新品期Listing的撰写需要在研究大量进品Listing的基础上找到自己产品的特点以及客户对于这类产品的关注点和痛点所在。 如果自己的产品却有优于进品的地方,将其作为主要卖点吸引客户。 如果自己的产品和市场主流雷蓬,便需要研究客户对于该类产品的需求的主次以及应用场景是在哪里。 这些通过客户的评论区可以搜集到相关信息。 同时,在产品初期,并不建议直接达产品的主关键词。 虽然流量大,但是很不精准,可以从二级关键词开始做。 对于广告,一定是在产品的Listing完整标题、图片、五点、描述、QA,且有五个以上Review的基础上来开广告。 可以从自动关键词开始做起。 每天都要研究广告报表。 找出转化好的词,加入Listing和手动广告中。 二,产品Listing推广中期。 当产品开始稳定出单,但是还没有做到爆款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产品在类目下的排名。 是,当的更换类目以求获得在某一类目下的较好排名。 其次,要持续关注广告报表的表现。 找出表现优异的关键词,植入到标题和五点之中。 在产品参加站内活动时,同时启用站外的活动,以求达到活动的效果最大化。 站外活动上,Sleek Deal和Reddit目前尝试都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 搜集YouTube上一些相关的红人,发邮件请他们帮忙测评。 一般都会有回复,价格条件不等。 但是对于产品的推广还是有很不错的效果的。 三,产品Listing推广后期。 产品推广后期。 集产品在主类目下的排名、销量已经较为客观。 Listing可以进一步简洁明了。 要注意维护Listing的健康。 及时处理客宿和售后问题。 仍然需要不时地采用站外和站内活动来维持排名。 同时也需要时刻关注静品的情况。 持续挖掘产品的卖点。 注意关注库存的周转。 防止断货。 同时,可以尝试优化品牌的官网。 那时产品已经有一定知名度了。 官网引流也正是好时机。 结语。